快看眼前这幅画 里面的小女孩在异能作用下 竟然拉起了小提琴 悠扬的琴声从画中飘出 简直微妙微笑 而画作中的女主角 此刻正站在面前 女孩猜出了男孩这幅画的用意 但单身了16年的她 却不知所措 竟然直接跑了出去 留下男孩一脸愕然 星期三知道自己注定孤独一生 所以她不想有任何感情牵绊 现在她要做的 就是找到先祖告诉自己的那个神秘地方 通过索谱 她知道画中的是加勒特家的旧宅 于是第二天 她单枪匹马来到废弃的房子里 就在准备走进屋内时 星期三突然听见里面传来动静 于是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紧接着 小镇镇长竟然从里面走了出来 星期三埋伏在旁 听到对方正在和某人打着电话 谈话内容似乎涉及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星期三拜托小东西吸引镇长的注意力 自己则趁这个时间 钻进镇长的汽车后备箱 随后 镇长开车回到小镇 他与咖啡店里的警长打了招呼 就在过马路时 一辆车突然出现将镇长撞翻在地 随后急驰而去 星期三目睹了一切 成了除警长以外的第二个目击证人 还好镇长没有死亡 但情况也很糟糕 等星期三录完口供后 警长将他送回了学校 校长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他不懂为什么每次星期三都会出现在漩涡的中心 而且最近的所有事件都与他有关 最后校长决定将全校封锁 并取消星期三的出校特权 可星期三心心念念着仙祖的劝告 他觉得那处老宅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命 虽然被禁足了 但星期三还是打电话给泰勒 并让对方晚上八点来学校门口接自己 天真的泰勒以为这是对方的约会邀请 欣然答应了 接着星期三又找到小狼女 用想跟对方再过一次生日的借口 邀请对方出门 小狼女看着天上的月亮 突然反应过来 狼人变身有出校特权 于是便拿到了去网丛林的通行证 所以二人顺利逃出了学校 与此同时 泰勒如约而至 看到星期三 正准备向对方问候 谁之后座又多出来一个人 星期三这一片 就骗走了两个人 两个冤大头就这样跟着星期三来到了老宅前 星期三熟练地打开锁 并劝告俩人如果想走绝不完 可都来到这儿了 俩人只好跟着对方走进了院子 小狼女发挥她的大力基因 成功将门拆开 大家来到老宅里车库 里面停放着一辆蓝色凯迪拉克 很明显 正是袭击阵长的那辆 这时小狼女感觉不妙 想要报警 可却被星期三制止 因为警长要是知道自己违反校规出门告诉校长 那自己就会被学院开除了 巡视了一圈一楼后 星期三在书柜那里发现一个开关 轻轻按下 书架后面竟然出现一幅巨大的克莱斯通画像 并且画像前全是蜡烛 很明显这里有人在祭拜她 感受到竹心的温度后 星期三确定祭拜的人刚离开不久 于是让泰勒留下在一楼巡查 自己则和小狼女来到二楼 星期三发现二楼的一间卧室里 不仅床铺整洁干净 床头竟然还有新鲜的花束 通过一个印有名字缩写的八音盒 星期三认出了这是加勒特妹妹的物品 可是对方在32年前就死了 那是谁放置的呢 话音刚落 一楼便传来泰勒的惨叫声 只见墙上映着怪物的影子 正朝着二楼奔来 女孩们在旧宅探险 结果却遇上会吃人的可怕怪物 见对方一步步逼近 女孩们躲进了升降机里 不料此时怪物已经发现他们 星期三立刻关上铁门 静观其变 突然 怪物吼叫着锤打下 情急之下 星期三只好把小狼女 送给自己的围巾把他拴住 可是怪物锋利的爪子 瞬间就把铁门划破 他可怕的眼睛盯着二人 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原来他在等着绳子断裂 星期三和小狼女就这样摔下去 滚到了地下室 星期三打开灯 发现眼前的一切更加诡异了 原来这里全是之前 被怪物所杀的被害者身体不见 这时怪物已经走到地下室 星期三连忙从窗户逃走 差点被怪物抓到 二人立刻朝树林跑去 可星期三却原路折返 因为泰勒还在老宅里 果然 泰勒此刻深受重伤 胸口处是四道深深的划痕 奇怪的是 索普此时也出现了 于是四个人来到了泰勒家 为他处理伤口 正当小狼女担心 他们会不会被学院发现时 警长推开了房门 正好 星期三将刚刚的所见所闻 告诉了警长 说凶手就在老宅里 于是他们一起返回目的地 可奇怪的是 刚刚车库里的车辆 地下室的被害人的尸体标本 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警长觉得自己被星期三耍了 于是生气地把他送回学校 校长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对于星期三明目张胆 违反规定的行为 他决定将其开除 这时星期三从口袋里 拿出那幅预言插话 并解释了自己违反规定的原因 原来罗文的母亲 在临死前留下这幅画像 并认为星期三注定会毁掉学校 但校长立志要守护学院 于是决定先不开除星期三 而是时刻监督他 以此来保护奈弗莫尔 回到寝室 星期三发现小狼女正在收拾行李 看似准备离开 原来是因为星期三未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利用二人之间的友情 并将朋友置于危险中不管不过 这让小狼女非常愤怒 也无法接受 她一直在努力成为星期三的朋友 所以即使对方没有要求自己 她也都觉得这是朋友间该做的 现在看来星期三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小狼女一气之下搬去了其他寝室 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星期三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孤独 她有些理解为什么先祖说她将截然一身 然而就在拿出从老宅里顺来的八音和室 底部暗格却掉落出一大照片 上面记录了星期三从入学到现在的所有行踪 看来这个凶手正埋伏在校园中 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另一边 一个神秘人潜入阵长的病房 偷偷拔掉了他的氧气管 女孩抽出雨伞中的长剑 四项身后突然出现的可疑人影 却被对方手掌传出的电流记录 可在看到人影的样貌后 女孩却露出了笑容 来人正是自己的叔叔费斯特 在听闻星期三的遭遇后 叔叔费斯特冒着被通缉的风险 前来看望并帮助小侄女 十几分钟前 镇长的葬礼正在举行 在遭遇车祸后 她不幸离世 与案件有关的线索也断裂 星期三望着葬礼上的所有人 知道凶手一定就藏在其中 也就是这时 她发现了叔叔可疑的身影 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她知道叔叔来是为了帮助自己破案 于是将对方带到小胖的封房 并拿出了那张怪物画像 叔叔一眼就认出 这是一种叫海德的怪物 还述说了之前在精神病院度假时 看到的一个实例 对方在经过电疗刺激后 就突然变身 这时叔叔提到 有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怪物的细节 而他就被存放在夜影社的图书馆中 听到这里 星期三决定当晚就潜入夜影社 在等待夜色降临前 星期三正在房间里写作 此时小狼女来到宿舍 想要找自己的指甲药 这是她一个小时之内 第三次找借口回来拿东西了 木头都看得出来 小狼女想和星期三和好 谁知本人却连木头还不如 不仅没有察觉 还跟小狼女大吵一架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晚上星期三来到夜影社 却在这里看见了索普 听到对方是来找和怪物相关的日记 索普表示这里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 语气里竟是不耐烦 因为自己总是被怀疑成怪物 即使她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星期三这边 当然星期三的怀疑也不是没有依据 每次怪物出现前后 现场总会有索普的身影 并且画室里的怪物画像也是很好的证明 索普反问如果自己是怪物 为什么会不伤害星期三 反而是救了她的命 对于这点 星期三将其归为因为索普喜欢自己 听到这里 索普气愤离场 四下无人后 叔叔菲斯特才悄悄出现 小东西看见对方后表现得很狂躁 原来就是叔叔把他变成了这样 一人一手打闹起来 在星期三的呵斥下 这场战斗才停止 之后叔叔打开了一幅神秘壁画 露出了里面的保险柜 小东西大展身手 不一会复杂的锁就被他轻易解开 星期三成功拿到那本关于海德的日记 通过翻看日记内容 他了解到海德是异类的后代 一直处于休眠的状态 只有受到创伤后才会苏醒 或者是用化学物质或者催眠的方式诱导对方变身 而这个过程中 海德会与解放自己状态的人建立联系 并听从对方的命令 看来目前不仅要找到怪物是谁 还得揪出操控他的幕后黑手 于是星期三和叔叔一起 打算跟踪怀疑对象索普 星期三先是发现索普在跟神秘人通话 接着趁对方不注意 叔叔在索普身上放置了追踪器 二人跟着目标 乘坐斑点狗小车车 朝索普的方向开去 之后 在树林里 星期三发现索普去见的那个神秘人 竟然是自己的心理医生 难道对方就是幕后黑手吗 下集预告 泰勒向星期三表白 二人关系升级 小东西却遭人毒手 命悬一线 怪物真相即将揭开 星期三的猜测方向竟然全部错误